大家好 欢迎收看ecio.com 2022 这是中文厂的第一个panel 这是唯一的一个panel 我邀请了马若飞 赵华斌 还有刘继军 我们四个人一起给大家分享一下ecio.com ecio的开源生态 也展望一下ecio的未来发展 首先我们就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金秘宋 宋靖超 是Tetrid的创始人 Tetrid的副导师 云原生社区的创始人 在2018年的时候 我也创建了SourceMare社区 后来归命到云原社区了 好 接下来若飞吧 好 大家好 我是马若飞 来自Freal研发中心 担任软件架构师 我也是AWS的ContentHero 也是云原生应用的和East 试验指南的作者 好 华斌 大家好 我是赵华斌 我目前在腾讯云从事服务网各方面的工作 其实我在2017年就开始 是逐渐的在East社区做一些工作了 然后目前的话 我主要是开 创建了一个开源项目叫做 大家可能有的了解 叫Aro Commish 主要是用于在East社区中做一些 Double Swift以及第三方的East社区协议的扩展 大家好 我是刘其军 目前在Dock Cloud 从事一些服务网格方面的一些工作内容 然后也是19年就开始接触服务网格这一块 然后目前也是East社区委员会的一员 然后最近比较专注于在EBPF这一块 然后你也会稍微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华斌和骑军在East社区好像都有演讲了 这一次 对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他们后续的演讲 应该也是中文的演讲 是今天还是后天吗 我在今天上午有一个中文的 就是关于Elker Messi的一个 介绍落地的一些案例 欢迎大家后面去测评大概10点多多 对 我是在下午12点40 就是很中午晚也算是 对 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他们后续的直播 今天下午还是上午有画边和骑军的分享 我们今天的Panel主要想给大家讨论一下East社区的开业生态 主要是在中国的一些开业项目 也包括我所在的公司 虽然我们本身不是一个 然后是几个开业项目 包括华斌他们公司做的Earity 还有奇军他们最近开门的Meverage 以及现在比较火热的EBPF 在SourceMesh里面的一些应用 还有关于Eastio或者说是SourceMesh的一个proxy list 就是使不使用Sitecard的一个争论 这是我们今天大概的一些想要讨论的话题 其实有一些话题大家也可以在后续的一些演讲里可以看到 首先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Eastio 就是这一年一两年在中国的一些发展 上一届EastioCon 2021 是在去年应该是2月份 好像是2月份的时候举办的 到现在应该有一年多的时间 在这一年多里 Eastio社区在中国举办过一届Eastio Meetup 大家可能也有关注过这个活动 去年在北京举办的 是在7月份的时候 当时还是很火爆的 大概有好几百人报名 新厂也才有100多人来参加 但是在新农院的一个会场里面举办的 然后还有就是Eastio社区 就是原生社区Eastio的讨论权里面 大家有几位一些主要贡献者 对主要爱好者Eastio爱好者给大家 最近这两年写了一本Eastio的书 一开始是我现在19年的时候 是我先用开源的方式来写的 后来再有几位主要爱好者 大家一起来商量 写了一本深入理解Eastio 原生服务网格进阅实践 进阅实践的这本书 大概也会在下个月吧 会正式上市 这是我们社区最近一年在做这些事情 还有一些公司比如说腾讯 开源的Eastio 可以补充Eastio 对所有7层协议的支持 还有就是想到靠他们开源的Meverage 以及网易他们开源的Slime 还有Hungo 这些基于Eastio的一个 可以说是扩展吧 Extension 这样的一些开源项目 今天我们panel里面请来两位 就是Eastio和Meverage的主要开源的负责人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对Eastio开源生态的一些看法 好 我先抛钻引玉吧 先讲一下我们我自己公司的一些主要的开源项目 我们有这样几个开源项目 第一个是我们做这个Eastio的发行板 这个大家在两年前就搞了 他主要是对Eastio的一个 比如对一些 嗯 就是安强性方面的一些补充 还有就是你可以通过它 有一个它是一个民航工具 来安装和管理多个不同版本的Eastio 它是跟Eastio开源的版本是对齐的 就是可以直接进入目前最新的Eastio版本 还有这FunkE它是基于Eastio的一个构建的命连行 你可以用它来管理不同的版本的Eastio的建成 还有就是Eastio这是最近大概今年或去年下半年开了这个项目 你可以用它来用够远编写 的应用 然后把它构进成不同版本 不同语言 就是跨语言编译 你可以在Docker里面直接来引用这个WZERO编译出来的那个 二进制文件 你可以直接在Docker的那个Scratch镜像里面直接就可以使用 这样的话会保证这个进行大小比较小 还有就是Eastio Security Analyzer 这是一个Eastio的安全性扫描工具 我们今天就这两天在Eastio account上面 有一个我们公司的工作室叫胡建飞 他会给大家分享这个工具的具体的一些来龙去脉 他可以分析你Eastio集群里面的一些安全漏洞 也会给你的 就是会列出一个清单 告诉你的Eastio社区 Eastio安装里面有哪些漏洞 这是Tetch的大概的一些关于Eastio的一些看一下项目 然后我们再请花冰给大家讲解一下LT这个项目 这个也是我关注比较久的项目 他们花了很多人力在上面 好 花冰来腾讯之后 好像还主要有经历在这个项目上面 好 花冰 好 谢谢杰米 杰米 我刚才你经历的介绍 挺有意思的 我想 我对那个就是你们那个第一个开源项目 有一个问题可以问一下吗 第一个 可以啊 其实就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发行版和那个开源版的区别什么 是你们加一些插件还是还是怎么样 还是说做一些增强 他其实相当于 首先他提供了一个命令行 这个工具名叫GateMesh 但是他实际上也是个发行版 就是你用这个工具 GateMesh这个命令行工具 可以直接安装Eastio的一个发行版 但是这个发行版是在Eastio之上 构建的一个符合Fips这个标准 应该是 这个标准具体是什么 我不是特别熟悉啊 主要是对于安全性方面的一个 嗯 就是使用 怎么说呢 对云平台上的一个测试和安全加固吧 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ok 而且他也可以在Eastio不同版本就切换 就他并没有去改Eastio的那个开源板 只说在上面可能去做一些定制配置或增强 是吧 他整合了多个来源的验证库 提供基于平台的Eastio的配置验证 这方面做了一个增强 嗯好 谢谢这个对Lodic的很容易的 好 麻烦你放在下一个 嗯 这样子就是 呃 其实 杰米刚刚讲的我们 去年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我们有一个的商 在北京的会 新科院的会 当时其实我对LK有个介绍 当时我的名字叫做LK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只是只有控制面 是没有数据面 所以我当时没有讲LKMESH 但是今年的话 我们实际上有一个 有一个大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 呃 一个升级吧 我们现在数据面也有了 就是说 数据面有一个叫做MetaPro框架 所以说 我们现在把名字 从LK 改到LKMESH 因为它同时包括了 空中央数据面 这是个名字的改变到一个由来 给大家说明一下 然后它的 其实开源的话 是在2020年 2020年11月 左右开源的 嗯 第一个版本开始 第一行代码 我们给它不去扣起 然后目的的话 就是解决我们 不往个 项目落地中的 我们的协议支持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 嗯 实际上 在国内 我觉得在国内落地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一个阻碍吧 嗯 包括我们的一些来自于 服务化应用时代的一些 比如说Double 还有包括我们一些大的公司内部 可能会有一些私有协议 这个也不是大家为了超人子 超人子 因为不同的协议 对吧 可能它不同应用对协议 有不同要求 而且而且HDP 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协议 它对大本的场景是比较适合 但是对于特殊场景 可能它不太适合 就要大的 那就必须要超自己的一些私有协议 比如说 腾议内部可能就有五六种协议 以前我们介入的 它在不同的场景 比如视频应用啊 游戏啊 它都有不同的协议 这样的话 这些协议我们也想去 纳入Mesh管理的话 实际上去落地就很困难的 因为Eastio 它虽然说 做了很多 很多工作 但是它主要还是 为了HDP做的 这就是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的 一个 一个出发点吧 这也是来自于实际 项目落地 实际生产中的一些问题 引发了这个 触发了这么一个 一个开源项目 项目定位是做协议扩展 是无侵入式的去和Eastio 应该集成 而不是去替换它 或者摸改它 为什么是这么说呢 就是说 其实我们最开始去做协议扩展 可能很多去尝试的话 主要是去 去改那个Eastio 或者说我自己写控制面 这样的话实际上 有经验的工程师在咱们做 我们实际上没有必要去 把那个事情 自己在做一遍 做得这么好 对吧 所以说我们项目的 目的就是说 OK 我是充分利用Eastio 还有营物外 现有能力 而是说 把他们认为说 在他们的那个开源社区 这个上游社区 认为不是他们的主要经历的 这部分 但是我们又认为是我们 项目落地的困难点的 这部分 对吧 大陆拿出来做 然后跟他们做一个封集成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 副位补充 副位补充 然后快速的迭代 因为它并不对 Eastio 而外做一个清楚式的修改 所以我们去做 跟随它做项目 快速迭代也是 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这样的 这么一个定位吧 然后 其实它是厂商中立的 其实最初这个项目 实际上是我个人开始发起的 其实它跟其他项目 还不太一样 因为我知道国内很多开源项目 它是说 公司内部先有这么一个 一个产品 我们把这个产品 再来推出去做 做开源 它是这么一个途径 实际上这个 这个我们 这个开源的话 它可能是反过来的 有点 有点不太一样 最开始是因为我在社区里面 遇到这个问题 或者我这个项目落地有个问题 我觉得有需要有怎么解放 我先去开源了 开完之后 其实最开始 包括内部 还有外部 都没有太多人去用 是我开完之后 OK 我们公司内部 有些团队发现 有这个东西 然后才去跟我接触 说我们来用你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上次 从外向内的一个 一个 一个开源的过程 跟可能大部分的开源项目是 是那个方向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大家可以认为 它是比较厂商独立的 没有太多的公司的测试 所以我们其实我 又为什么呢 因为这么说 因为本身在 Service Match这个领域 或者说Service Match的 协议团队 实际上是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 比较专的一个领域 因为我希望能够说 大家能够集中精力 集中力量 把这个事情 以开源的方式把它做好吧 就不要从内造轮子 尽量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而不是说 我们每个人去做一套 然后大家又把政策分散了 这个就 就不是我的初衷 这个也是我比较强大的一个原因 就希望大家能够有兴趣 有这个需求的话 有兴趣要加入我 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对吧 我们不是说做一个腾讯的项目 或者别的项目 就是说做一个Eastio和CNCF的一个开源项目 这是一个 就这么一个开源项目 然后目前支持的协议的话 基本上有Double Threat 还有私有协议 私有协议的话 我们其实已经接入了超过五种了 目前已经接入了五种 然后会有新的正在接入 支持了乒乓型的协议 然后流逝 包括客户上流逝 服务流逝 双向流逝 然后支持的特性的话 有动态路由 支持RDS动态路由 气氛的负贷均衡 熔断本地线流 全球线流 还有那个 比如说的一些 新旧旗的那些新能指标等等 这些都在所有 对开源生态来说的话 它首先是Eastio ecosystem 生态的一个集成的项目 同时它也是CNCF 明月生全景图里面的 EssersMage项目 现在我们正在往CNCF的 那个CNCF去做申请 目前的一些商用案例的话 主要包括我们的 在2020年的话 我们有一个叫做 腾讯融视频的解放案 我们会去支撑了那个 2020年冬奥会的一个 视频直播应用 这个当时的那个观众 还有那个流量也是很大的 它主要是用于线流的一场 保证服务的一个高性 还有腾讯音乐 我们也在使用这个 然后当然还有其他项目 正在结束中 主要是这样子 然后大家有兴趣 或者有需要的话 可以看到下面的链接 好下一页 有个问题 也是B站有人在弹幕里问的 就是LT支持Double的Triple协议吗 现在Double我记得支持的是跟MV原生的 原生的那个 因为我们实际上编辑码分是用 MV原生的那个Double的那个编辑码 但是我们上面的七层filter 实际上我们自己重写了 加上增加的比较利益 一个吹破协议我用我们去细细了解 我下面去看一下 如果说云温原生的那个Double 他支持这个协议的话就支持 如果他不支持的话我们就不支持 当然因为编辑码的部分 实际上是我们是一个困难点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块有需要的话 我们实际上是欢迎大家一起来 网上我们贡献的 因为编辑码部分实际上是可扩展的 我刚才画面提到LT是他个人 行开源的一个项目 然后在公司里面来开发的 其实这块在国内个人项目 发展其实还是挺不容易的 如果能够进入这种基金会的话 今天早上看到个新闻 CNCF加入了正在申请加入CNCF 如果他正能加入CNCF的话 我也希望更多的 以此有周边的项目 能够进入CNCF来复化 这样的话都在一个基金会里 可能更方便后续的一些推广 和更多的人来维护 对对 因为我希望还是说 大家在国内 因为这个领域上 还是属于一个大家培育起来的 并不是说 对吧 先把蛋糕做大 大家一起来去 一起来去做这个事情 不要太多的厂商的 一些政治人数在里面现在 好 看看还有一个 这一样 这个我就快点 我的时间好像有点多 不好意思 这个就是第二版的架构 其实我后面会在我的 后面的分享里面会讲一点的 大家有信息到可以看一下 主要就是空置面 数据面 一个是LAC 下面一个协议方向 这个我就快速过了吧 后面有信息大家可以听我的 招常的那个团体型 ok 好的就这样吧 好 谢谢刑民 好 谢谢华冰 接下来会有Cabi 刘启君给大家分享一下Membert这个项目 他也是我们开源生态里面 最近比较关注的 设计比较关注的一个GVBF来 优化一次性能的一个开源项目 好的 谢谢刑民 是这样 因为呢 其实近两年就是 不管大家可能从各个社区也好 还是各个讨论也好 其实或多或少的呢 其实都会看到就是很多厂商 其实包括一些其他的 包括个人也好什么也好 或者说大家的关注也好 其实很多的一些经济 其实都在EBPF上面 包括近两年其实在音乐生理领域 比较活的像CNIM项目做那么之类的 其实都给大家在EBPF或者这个领域 其实 带来了不少的一些热度也好 或者说他因为他确实有一些 他的这些设计能够很好的帮助 就是做一些可能我们以前很难去做的也是 比如说像EBPF做关注性啊或者这么的事情 那当然呢 其实像Membert这个呢 因为比如说他原生用的这种 比如说像网络加速 就是Socker Maps 这种其实本身呢 他的一些 他的一些创意来源 其实就是比如说像CNIM的社区 其实做出了那些贡献 当然我们也是基于这些功能才能做的 那为什么会有Member Bridge 会用EBPF 我们为什么会想用EBPF来做这些事情呢 第一个是因为那个像EBPF本身的一些特性 因为他的Side卡母是需要就是流量先经过Side卡 然后Side卡到App 然后出来的时候 你要从App 然后再经过Side卡再出去 这样呢其实就是一个数据包 就是他会经过内核出来到用户 然后用户在等等 就是会转很多遍 这种呢其实是比较损耗性能的 就在这一块呢就是 而且我们看到了比如在像CNIM设计 或者说像Ninux内核设计 就对Soft Map这一块的一个支持之后呢 我们想的是就是能够 如果能用EBPF的方式把这一块的路径给缩短 那是不是可以优化一些 就是特别是在服务网各种场景下 能够优化一些性能 而我们的一个主要目的呢 其实我们当然呢 因为Member Bridge这个东西呢 其实本身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项目 就是肯定不是说想要去做成像CNIM那种比较大 而且或者是一个CNIM它的 都不会去做成那么功能强大 我们只是说在网格这种特定的领域 能够优化掉 比如说Selica的APP之间 把它的一个就是能够让它更高效更快速 而我们当然呢 因为也主打的 其实是相当于一个数页有专攻的一个方向嘛 就是我们主要专攻的是网格领域 想去替代掉这一部分IPTables的能力 那所以说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的一些方向呢 其实第一个可能是主要用EPPF完全代替IPTables 我们就是不希望就是可以完全 不要借助IPTables就能够实现一个流量的缆解 当然后面我们还借助当然实现就是 替代IPTables和加速都是两个事情 因为IPTables呢其实主要是做拦截 然后只是我们基于这个基础上再加上了 就是sockmap这一套redirect 来实现一个网络加速 当然我们的一个核心 其实也跟刚才Eric的想法 其实是差不多的 就是我们也是不希望就是那个 我们是不希望去改任何 那个east2的编代码的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呢可能造成这个项目的一个不可控 就是所以说我们是完全是一个兼容的一个方式 而且希望我们这个项目呢能够更广泛的被使用 所以说我们希望它是一个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情况是就是 其实只需要你去apply一个yaml 当然这个yaml里面也比较简单 主要就是跑一个demo set 那帮忙去加载EPPF程序 或者这些方面东西就自动能帮你把这一块给做好 那当然呢还有一个 因为EPPF东西的这个东西本身比较新 那可能会对内核产生的效果 我们已经在尽量去就是降低我们对内核版本的依赖 就是我们目前呢可能是在一个5.7 当然可能就是可能5.7这个可能还会有高 就是我们可能后面也会尝试去做一些就是可能一些方向的一些探索 可能看能不能比如说把它降低到一个很合理的一个EPPF的版本 比如说像甚至包括CNIM的推的主的 比如说主推的可能5.4之类的一个版本 之类的一些东西 那整个包括EPPF这一块呢 其实像国内这一块就是其实也在 就是包括整个就是全世界码其实有很多 特别是比如说在一些口观的信或者网络方面 其实做出了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像East2 就是在EPPF这一块特别是网络加速或者说 其实就是包括一些可能像4层的一些观测性 就是可能也是未来可以探索的一方向 因为它可能就不需要用East2那么 就是因为East2那套可观测性的可能还好 就是虽然说也挺好的 但是呢就是可能EPPF这个也是一条旁路 就可能可以做了 那帮我们翻下一页吧见面 对就这个呢 然后其他的我就就就因为同样吧 就不在这里占用太大的时间 就这个呢 其实主要是画了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实现 就是一个是实现拦截 然后一个是实现加速的一个大致的一个面 就可能还比较复杂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早期的第一个版本 我们最近在规划一个Murbridge CNI 它只是一个CNI插件 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CNI 就是说可以通过CNI去弥补我们现在这一套体系的一个缺陷 能够做到一些更精细化 就比如说 就是对IPVNU或者说我们比如说或在对入口流量的一些处理 因为现在这个其实对一些入口流量处理就是网格和非网格这一块的应用之间还有一些问题 这一块的我们近期已经在开工了 就这个所以说这个可能后面会变改 然后这个右边那个图的其实一个大致的一个对延迟的一个就是用了Murbridge之后的一个延迟的一个降低 就这个图的可能就是后面的话这个是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 但是其实可能实际效果比这个还会稍微好一点 对如果大家就是对这一块有兴趣可以等会是2.47多 我会专门想一想我就不在这里占用太多时间了 我大概就这么多 其实更多人对Murbridge的需求就是他对性能提升到底有多少 看着我今天有人问这个问题 他就是用那个图显示的就是看起来好像有两个柱子 差别不是特别大 他是不是在更大的一个大集圈上面效果会更明显一些 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测试 对因为这一块的一个详细测试呢 包括我们近期也在用各种的 其实像女士流官方的提供的比如 非博那些之类的一些出市公司来测 然后呢还有一块呢 就是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呢 其实EBPF 就是首先给大家可能泼一瓢冷水 就是因为EBPF他加速的可能只是Ibitables的这一成 就是只是缩短了这个路径 比如说达到百分之二三十甚至百分之五十这种程度是不可能的 就是他 就是可能比如说在一些低延时的一些场景下 这个这个比例就会显得比较好 在一些在一些比如说高延时 比如说你的业务本身都占了100毫秒 那你这个比例肯定是不会特别高 所以说这个我们也在想也在用一些更更好的更直观的一些测试方法吧 来做这个测试的数据 我们可以出一些更更那个的一些东西来来解释这些东西 对我们也更期待看到Murbridge的更多的一些性能测试这些过程 好也可以给开放大家 让大家能看到能够自己来测试一下 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另外刚才齐军提到的优化EHTO的性能 就Murbridge来替化EPTABLE这个连结石 其实在Sitecard这层可以优化东西会更多一些 就比如说EHTO的部署模式 现在EHTO是PerSitecard PerNode 每一个POD里面安装一个Sitecard 其实还有一种叫Proxyless一个部署模式 就包括现在刚出来之后 会在每一个节点上安装一个代理这样的部署模式 然后我们再给他讨论一下Proxyless 什么是Proxyless 还有它的优势是什么 这块我们会请洛飞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它的这一块的经验 好的 谢谢金明 我今天主要想给大家简单的聊一下 什么是Proxyless 以及它的它能做什么 它的优缺点是什么 因为这个技术呢 现在也是Sysmatch这个领域 近一两年来大家探讨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 所以呢 今天因为时间涌现 我们也不可能展开去讲一些技术细节 主要给大家抛转语义 让大家引发一些思考 好 那么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Proxyless 其实呢 理解它非常简单 我们先看左边 左边这张图呢 实际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Esto 它的一个架构图 那么Esto呢 通过引入一个给每一个Service的POD里边 引入一个NVOL的代理 那么实现一个通过NVOL代理 来劫持流量 从而实现一个我们的流量控制的一个能力 那么与此对应的呢 我们来看右边一张图 那我们都知道 当你的NVOL这个代理 它能够劫持到这个流量的时候 也就是说它持有了这个流量 那么既然它能持有这个流量 它就可以寄予这个流量 做一系列的事情 对吧 做一系列的路由 做一系列的这个可观察性等等 相关的一些功能 与此类似的这个POD就是无代理模式呢 它指的是并不是在我们的服务里边 伴随着服务去注入一个Sitecar 这样的代理 而是直接基于这个服务自身的 通讯层面的一个框架 比如说右边呢 是这个Gcloud里边的这个Traffic Director 对 它呢就是基于这个GRPC 这个GRPC framework去做的 那么熟悉这个RPC调用的这个同学 应该都知道 就是我们通常这样的一些RPC call 它主要是由Client端和Server端 做一系列的流量控制的啊 这样的能力 就可以把原来NVOLT的这些能力啊 直接引入到我的这个RPC framework里边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使得我直接具有了这样的一个流控能力 因此呢 我通过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不用去注入一个额外的 进程外的一个Sitecar 而是直接用啊 跟你自己的服务绑定在一起的一个SDK也好 一个引入的一个力不包也好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Properlist 它的一个一个含义的理解啊 当然了就是现在呢 我们这个支持的这个Properlist 它落地的场景还是比较少 或者它支持的产品也比较少 目前呢主要说 我们就拿Easto来说Easto是在1.11版本啊 提供了一个实验性的一个 对于GRPC这个Properlist的一个支持 同时呢你还需要啊 满足你的GRPC的这个依赖包 它的一个版本要大于1.39啊 这是它对啊 如果你想使用这个啊 基于GRPC Server的这样的一个Properlist 那么你需要啊 有这样一个版本的要求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它有什么功能啊 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我们NVOL 现在因为发展的啊 非常的啊 发展了好几年 那么它的功能其实非常多了 除了除了我们啊 常见的这些啊流控啊 基本的流控 高级的流控啊 还有一些啊 调试能力啊 一些弹性能力 这些都可以啊 但是呢 毕竟这个Properlist 它是一个新型产物 因此呢 它在功能的覆盖面上 还是不如NVOL这么强大 目前呢它主要支持的一些基本的路由 比如说啊 我们在Easto里边的这个Virtual Service里边的一些基本的策略 你可以实现一些啊 这个Subset的一个流量的转转发 然后呢 可以啊 通过Header 通过URL的匹配啊 通过这个权重的一个匹配来实现一个基本的路由 当然了 后续的一些啊 比如熔断啊 这样的一些超市重拾这样的能力也在出现的开发和完善过程中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我来说一下就是Propercies它的一个啊 主要的优势 我们啊 先来看这张图 就是刚才其实啊 习君也讲了 就是我们啊 希望在基于IpTables流量 结实这个基础上去做一个进一步的啊 低延迟的一个啊 性能上的一个提升 那么左边这张图呢 是这个JPC的Properies 它官方披露的一个benchmark图啊 是一个P99的一个延迟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它啊 蓝色的是基线 然后上面两个啊 这个橙色和绿色这两部分 都是基于Properies的形态啊 去压测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啊 使用了这种啊 无这种无代理的这样的方式啊 去实现的这个延迟是非常接近于它的一个啊 基准测试的 也就是说它的延迟是非常非常低的 而这个基于NWorld的 我指的是相对啊 我们说的都是相对的 其实NWorld本身它的延迟也不是很很高啊 因为毕竟都是通过localhost的回环的方式去转发的啊 我们说的都是相对啊 包括后面我们去做一个比较都是相对的 而这个基于Sight Cut的方式呢 它的延迟呢相对是要高一些啊 当然了这个其实都是一个毫秒级的一个一个数值啊 并不是很大 因此呢 在Properies它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呢 就是它的延迟要相对Sight Cut是更低的 另外呢就是它资源占有少的 这个显而易见 因为我们使用Sight Cut呢 实际上是要单独部署一个container 那么它会有一定的CPU和内存的一个占用 而这个Properies啊这样的方式它实际上是跟你的应用绑定在一起的 是一个是一个SDK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它只会有一个微小的一个一个占用 那么右边这个图呢就展示了它的一个呃 在资源使用上的一个情况 分别是内存和CPU 那么大家自己去我就不解释了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实际上它对内存CPU的消耗都是非常非常低的啊 因为跟你的应用本身都是在同一个竞争中 另外一点呢就是它在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们的运维的复杂度 因为啊当我们去引入一个Sight Cut的时候啊 尽管它是无侵入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们依然要去管理这个Sight Cut对吧 你需要在你的啊 deployment的里边去去管理它的一个配置的部署 然后还要去管理它的啊 启动的顺序有可能会有有些影响啊 另外呢就是可能会啊要管理整个Sight Cut的生命周期等等啊 因此呢它在运维的复杂度上也是有一些啊 有一些有有一些提升啊 当然了它并不是呃那么的完善啊 毕竟呢它我们都知道任何事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 那我们看下一张图 下一张图呢下一页啊 对下一页呢我们对这个Properies和Sight Cut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啊 这是我能想到的它们之间的一些区别啊 我把这个占优势的都用黄色去highlight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在资源上在性能上啊 它相对要比Sight Cut模式要占优势以外呢 它其实稳定性上啊当然我们这里边讲的都是相对的啊 稳定性上因为它啊是一个依赖包的方式去引入的啊 因此呢它相对要高一点啊 而我们Sight Cut因为是有一个跨境成的一个转发 所以呢可能会稳定性稍微低一点点啊 当然了都是相对另外呢 呃就会进入到这个Properies它的一个缺缺点 它的一个劣势就是首先呢 Sight Cut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是无侵入的 因此呢我可以不care我的开发语言或者说我的ego系统啊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组成 而Properies因为它是一个侵入性的 因此呢它必须基于你的技术战去做啊 相对应的一个啊依赖包的一个开发 从能力上来讲呢 目前这个Properies啊它还是相对比较少功能要更少一点 呃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升级的维护的成本也要相对高一点 原因是我们的Sight Cut还是无侵入的方式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啊以一个新的镜像去替代老的镜像啊 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升级维护成本 而啊Properies呢那你可能需要你升级你自己的引入的这个包的一个版本啊 稍微可能会有高的一些成本啊 呃运运成本上啊就是刚才其实也也提到了就是Sight Cut呢 它可能会有一些啊需要至少我们要注入啊 我们需要啊设定一个生命周期管理等等啊 有一定的运运成本啊 而Properies你只要把这个包引入之后啊 基本上就不会再有额外的一个运运成本了 呃那么最后呢我再讲一下就是什么时候你可以使用这个Properies呢 就是一般的主要有这么几个应用场景 第一个就是呃可能你对资源的大规模的这个服务网格的呃 啊服务网格的构建的这个应用中你对它的资源的效率要求非常高啊 比如说你是有超过10万10万个炮的这样一个机群 那么你10万个加的这样的一个Sight Cut可能会产生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资源确实会比较高啊 因此呢你对这个资源的效率啊要求比较高 那可能你就啊需要使用这个啊你可能可以考虑用Properies 另外一种就是你可能对延迟有非常强烈的要求啊 比如说你是一个需要达造一个非常高性的那个GIPC的应用 或者说你因为业务链路很长啊 虽然每一个Sight Cut它的延迟不高 但你的业务电路链非常长呢这个延迟会被放大 因此呢你可以考虑用Properies 还有呢比如说有些情况你没有办法部署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你的GIPC并不是基于IPTables去去劫持流量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啊 还有呢就是在Properies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可以更加细力度的去控制你请求层面的一个流量 比如说我们现在熟悉East的Sight Cut这样的工具 它主要是我们基本上呢基于Service这个层面对吧 那么在当我们想要对请求这个层面啊 对UIL这个层面去做一些流控啊 可能需要有额外的一些操作啊 因此呢在而你作为一个注入的一个啊 GIPC framework一个Properies 那么它天生具有这样的优势啊 当然你也是需要作为一定的开发 呃目前呢Properies落地的情况不多 那我所知道的我所总结呢 主要有这么几个一个是East支持的 像这个GIPC的啊 Fimwork它在持续的开发啊 另外就是Gcloud它的这个Traffic Director 也也已经支持了这个GIPC GIPC的Properies 还有呢我们知道这个百度一直在做相关的事情 他们内部的这个RPC框架啊 一个BRPC也是有这个Properies的能力 还有就是Double3.0以上版本啊 目前看到的应该也是有类似的支持 好那么呃我想说的就这么多 那么大家我觉得最终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呃 无论是Set卡模式也好 还是Properies也好 呃没有一个谁优谁略 软件开发领域永远没有一个营单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针对自己的场景 去做一个正确的趋势 好我就说到这么多 好其实Properies模式并不是对又走回了sdk 那种老路 它其实还是把sdk里面那控制平面 就给它撤离出来了 然后呃为了解决Sat卡过多对性能消耗 还有这个Sat卡对呃就反过Sat卡的时候 会有多那么两跳 对延迟增加开发这样一个Proxy的模式 如果你只用了只使用sdk不用接 去与grpc的话就可以考虑 如果它功能足够用 你可以考虑使用Proxy的这种模式 好剩下的还有几分钟时间 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ecio的学习资源 其实现在ecio开源已经有5年时间了 但是呃市面上关于ecio的学习资源还不是特别的系统 其实这两年这一年呢 我也给大家再又写了一些关于ecio的一些开源像开源的这种定子书 也方便出学者们或者对ecio想深入了解一下它的一些呃实现 还有想要了解ecio的一些功能的人 你可以来阅读 在金运送的iOecio函书还有这个invol函书 这边写错了 应该是invol函书教程 还有就是我所在公司Tedra 其实也公布了一些免费的教程 像ecio函书教程 invol函书教程 在上面你可以学习 也可以参加测试 最后如果你想想要获得一个认证的话 也可以在这个页面上来获得 然后下一场分享会在七分钟之后开始 然后今天感谢几位嘉宾 来给大家分享ecio在中国的开源生态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eciocom的后续直播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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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